在1944年的延安 中共中央为一位农村妇女举办了一个追悼会 她成为谁呢 这就是为朱德元帅的母亲 朱德元帅中共老夫人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为朱德元帅她的母 在当时她去世时 在延安中共中央是为她办了一个 非常盛大的追悼会 当时朱德元帅是特别的伤心 毕竟的是七七十九天 没有刮胡子 当时的毛主席 刘少奇 周英来总理 都是提了吃 这动物呢 在前方还是做出了屋檐 像房子一样 在上面还有克制 写母玩人 她的一生也是影响了朱德元帅 这是一位非常清劳的农家妇女 她一共呢 是生育了十三个儿女 但是呢 因为家庭条件是比较的贫穷 最后呢 是只留下了六男二女 也有几位呢 是家庭无力抚养 就夭折了 她每天呢 是有很多的活都要做 不仅要种地 还要放杀 还要照顾这一家老小的生活 给他们所做饭 朱德元帅呢 可以说是她的骄傲 读书 上军校 最后还参加了革命 但是在当时来说 也是对她家带了一个危难 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和红军进行作战时 就来到这里将朱家的祖坟给挖掉了 她家人过得也是比较的苦难 在后来 她所去世时 这朱德元帅是已经作为这八路的三军总司令 她是享年八十五岁 这里就是为她的墓碑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呢 是有很多贤母的故事 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就比如这孟子的孟母 岳飞的岳母 这朱朗夫人也是一位贤母 这朱德元帅就曾经写道 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 她交给我了与困难做斗中的经验 是我后来三十年的军旅生活 让我们又在感受到困难 被困难所吓到 虽然呢 她是为一位农村妇女 没有多大的文化 但是用自己的品格影响着自己的孩子 让朱德元帅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开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元帅 她母亲的母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